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尼玉 现在RTX40系的产品已经上了不少了 我是真的低估了咱们国内厂家的内卷力度 什么NVDI的OPP策略简直就跟废纸一样 完全阻止不了解革命火影这些品牌 而且目前来说40系的4050 4060 4070的笔记本 主要都是二线品牌发布了 一线品牌都还压着不发 所以本期视频主要讲解的是二线品牌的产品 一线品牌的这个50 60 70的本子 可能要等产品发的差不多了 或者我有确切消息了 咱们再做分析 一些已经发布的一线品牌 RTX40 80 40 90的产品 本期视频也会讲解 重申三次 这期不是推荐清单 不是推荐清单 不是推荐清单 只是把咱们现在市面上有热度的RTX40系产品 做一下分析点评 可能会比较有攻击性 如果你觉得我喷的正确 请把我觉得没错 打在公屏上 保护一下我 如果某些型号值得一推的话 我会特别说明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来讲讲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怎么选择游戏本产品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5500元到6500元 有哪些RTX40系的新品 第一款是机械革命的极光Pro2023款 这个机子是当时有一个 这个资深粉丝给我打电话 说你预测了翻车了 机械革命的4060只要5999 我说你肯定看错了 绝对是4050 400不可能这么便宜 他就微信发我链接了 我直接就看懵了 老实说啊 我也算是经营笔蛋圈多年的老人了 各个厂家的产品经理 我都有来往 何几个产品经理也聊过 这个5999的价格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亏钱的 就连凭着出不亏不串 都不太可能 明确的告诉各位 5999一定是亏钱的 至于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 是机械革命自己赔钱赚腰喝 还是京东给了大量的补贴 或者降低了自营的抽点 也有可能是这个英特尔 或者AMD给了补贴 反正一定是争取了 各方资源补贴出来的一款产品 如果机械革命自己硬着头皮脉 是不可能有这种价格出现的 那这台机器有多离谱呢 这么说吧 你6000预算 全函税装一套台式机加显示器 性能都未必打得过这个本子 RTX4060虽然是挤牙膏 但好歹Time Spy也有10300分上下 几乎和上一代的笔记本 RTX3070差不太多了 但是RTX4060还有DLSS 3.0 显存也升级到了8G 游戏性能真的不算差 2K畅玩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机子单纯就是卖显卡的 CPU是N-1代的 内存是DDR4的 焦龙16K是DDR5的 固态是QLC的 电池容量也比较小 模具也是老模具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SSD你现在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 也花不了几个钱 12650H 虽然被戏称为i6 但是它打个游戏 讲个小视频啥的 真的问题不大 模具虽然老 但也谈不上丑的一批 浮分滚粗那种水平 而且极光Pro也好 焦龙16K也罢 都标配了2K 165Hz高速域屏幕 在游戏体验上 这款产品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是小白 觉得记忆革命 毕竟是小品牌 这么便宜 肯定是偷工减料了 全省的就没俩售后 包着这种心态去购买任何产品 你都会觉得自己买错了 那说明这款产品 它并不适合你 再顺带提一嘴 RTX4050和RTX4060 虽然都做了140瓦的功耗上限 但实际上这俩卡在105瓦左右 已经到性能甜蜜点了 再往上涂增功耗 也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这个满功耗 140瓦RTX4060 更多是迎合市场喜欢满血的购物习惯 那熊猫呢 是已经抢到这个机子了 说是会再拿到手 7天之内出视频 到时候记得去看评测 第二款是神舟的Z8D6 刚刚讲过借格命了 神舟这个配置上 和借格命几乎是一致的 都是选择了N-1代的CPU 加2.5K 165Hz屏幕 也都支持独显之连 不过神舟内存是D.5的 这两家的定价 必然是相互影响的 接口方面也是3.1c 少了一个SD卡槽 不过这个机器 只有一个M.2接口 如果想要加装硬盘的话 只能加Zeta口的 如果你用不上第二个M.2接口 那竞争力 其实和极光Pro差不太多 不过神舟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我写稿子的时候 京东仍然是 能支付顶金的一个状态 第三款是 季节革命的矿式G16 讲完了RTX4060 咱们再来讲讲RTX4050 反正我发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解禁了 RTX4050的性能甜蜜点 也在105W左右 Time Spy分数在8500到8700分附近 也就是说和100W到115W的 RTX3060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得益于大力说手3.0 在某些游戏上的帧数 还是要比RTX3060更优秀一些 矿式G16的定价是5XXX 考虑到它上了2K240的屏幕 我觉得可能会比5499要贵 应该在5799到5899吧 因为前面已经有两个5999的4060 大哥压着了 所以咱们还是分析一下 50和60这两张卡到底怎么选 RTX4050和RTX4060的性能差距 大概在20%左右 按照现在的定价来看 500块钱买20%的显卡性能 肯定是值得的 这让RTX4050显得性价比 就没有那么出众了 不过京东自营 旗舰店仍然有2.4万人预约 说明这个产品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关注的 另外刷B站 也看到有不少小伙伴 在天猫买到了i7-1260H加RTX4060 2K240Hz的矿石G16 价格是6499 感觉也挺香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6500到7500这个价位 那第一款是切雷红的 将星X15AT2023款 虽然我和切雷红很熟 但是我还是要质疑一下这款产品 顺便讲解一下HX55处理器 切雷红今天很有意思 它不和纪念革命神轴一样 采用N-1代的CPU 甚至不去卷13代的H45处理器 它直接卷13代的HX55处理器 那这条路在我看来是挺难走的 因为对于游戏本市场的用户来说 似乎CPU的提升权重上 远远是不如显卡的提升的 而且HX55处理器 我目前测试过的是i9-13900HX 非常吃功耗的一款CPU 基本上达到100瓦以上的单烤成绩 才能达到它的性能甜蜜点 而单看产品的详情页 切雷红完全没有提到 将星X15AT的CPU单烤成绩 所以我是很担心这颗i5-13500HX 没有办法在这款蓝天宫窝的游戏本上 发挥出应有的性能的 i5-13500HX如果正常发挥 性能是要比i7-13700H更强的 这个各位可以放心 已经证实过了 不过我真的想明白 为什么七海红这么喜欢1080P的屏幕 另外顺带一提 雷阵子的新配色 我觉得还是有点点好看的 仅仅是一点点吧 第二款是雷神的911X猎皇者 13代库瑞加RTX4060的产品里 这个貌似是目前最便宜的 这个产品的4050版本 我会在21号左右发视频 比较有意思的是 911X的宣传页面 写的是满血RTX4060 但是并没有宣传140W满功耗 这点就要再提一下了 目前来说 140W的RTX4060和105W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的 105W以上 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另外通过测试i5-13500H 我发现今年的H45处理器 能耗比有很大的提升 55W的i5-13500H 性能可以和95W的i5-12500H 性能打成平手 这款产品是支持双浅三摩切换的 也就是说它支持核显之连 但是很抱歉 续航还是非常拉胯 我们只测出了 两小时15分钟的成绩 当然我估计并不是雷神一家续航血邦 可能13代的H45库瑞 续航仍然不给力 甚至要比12代更拉了 另外雷神年前在北交所上市了 带着机械师一起打包上市了 希望上市这件大事 会对他们之后做产品 有些正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7500-9000元这个段位 第一个是机械师的鼠光16 Pro 这个机器我是做过评测的 但是i5-13500H和i5-13500HX 加RTX4060 这两个CPU是完全没有水冷设计的 不是说没有标配水冷污 它连水管都没做 就是单纯的风冷机 我觉得影响也不大 因为这个模具的单风冷表现 其实也很不错 价格上给我整对着梦 13500H和13500HX的版本 仅仅差了400块钱 但是成本上我记得这俩CPU 差价应该是不止400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13500H 做到7999呢 产品本身是不错的 支持独显直连 双眼睛散热 满血140瓦RTX060 也能压得住 RGB光效也不错 就是键盘的光效和手感 稍微有点差 外观还是挺好看的 100周百首 还带这么多RGB灯带 最主要是这个机器 支持一年不限次数的 上门服务和意外宝 这点对于任何用户来说 都是很友好的 不用担心进水了 就要花大几千去维修 屏幕素质也很不错 2K 240Hz 亮度已经能达到500尼特 而且还通过了 蓝音硬件低蓝光认证 加DC调光 这个屏幕放在万元级别 都能算是提一提对了 缺点也说两个 一个是价格 抛开联想 华硕这种定价 异常自信的品牌 一线品牌里 惠普 红奇 还有某个不支持 中国芯片的戴尔 他们的4060产品定价 应该也就是这个水平 甚至我觉得 红奇和惠普 可能还能给出 更惊喜的一个价格 虽然屏幕外观 可能没有 曙光16 Pro好 不只是意外宝 但是毕竟人家牌子 摆在那 说句最现实的 出二手都要更保值 所以技艺师这个定价 也给了我一点 小小的海耳震撼 定价真的非常自信 还有一个就是质感 既然技艺师 对曙光16 Pro的定位 是高端 那麻烦您把产品 做的稍微精致一些 你们永远都是渲染 范冰冰 真机 罗玉凤 我就不说那个破RGB键盘了 机身麻烦 别做的这么塑料 看起来不像是 高端机的样子 如果HX55和H45的版本 差400块钱 我的建议是 如果打游戏 那你还是H45 如果对CPU性能有需求 那就HX55 因为现在笔记本的 CPU性能 我觉得已经很强了 很多人是用不满 i5 1350的H 反正绝对够你打游戏用 没必要硬追HX55 总的来说 建设做的挺水桶的 值得表扬 我知道建设的人 也肯定会看我这期视频 你们要不要稍微开会讨论一下 定价的问题 第二个是华硕的天选4 我点评的是 i7 12700H 12700H 加RTX4060的版本 到我写稿子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真实售价是多少 但是我放在了 7500到9000这个价位段 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如果你天选4 这个版本 敢卖到8000块钱以上 那我就没有办法 保持理智和客观了 我要直接开喷了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2023年了 我还能看到 1080P 144赫兹的屏幕 骗红那个 我勉强能理解 毕竟是走性价比的款式 你天选的溢价 已经足够 你上好屏幕了 现在2K高刷屏很贵吗 那我没有记错的话 火影之前 这个拼多多4000的块钱 好像都有这种 2K高刷屏的这种搭配 那为什么7 8000的机子 你还上不起 天选3 我看再售的 还是2K165Hz 100P3 那个广色域的屏幕 这个你给我开倒车 那太离谱了吧 那最离谱的是 你们竟然还敢把屏幕 当成外点 写在你们的详情页里 那不换模具 我还能理解 毕竟这个模具 刚用了一代 但也说明 这个模具的成本 应该是下降了不少的 售价方面 华硕稍微掂量掂量 这个借个命 也是老模具 咱们再来说说进步的地方 今年全系 是标配的90瓦时大电池 支持了100瓦P的快充 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100瓦PT快充 连我一个UP主 都被迷惑过一次 去年天选3R和天选3 是共用一个主板 天选3R是支持PT快充的 那说明天选3的PT快充 就是被阉割了 你们补充回来 我觉得也不值得我表扬 那除此之外 明显的提升几乎没有 屏幕没变 反人类的方向键没改 刺耳的风噪 我不知道有没有改 这算是影响使用的问题了 如果不改的话 我只能说华硕你在开摆 N-1代的版本 采用的竟然还是DDR4的内存 i7-1270H加360的天选3 再售还是DDR5的内存 虽然打游戏和DDR5没啥区别了 当然在某些软件里 DDR5还是有优势的 去年连暗影骑士情 Pro后面都全改DDR5内存了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方便的缩水 华硕你能省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空门了 咱们再说回屏幕吧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海外版的TUF Gaming系列 就是 以前我们国内叫飞行堡垒 现在改成天选了 是有16比10RK 240Hz版本的屏幕的 那这个我不知道天选 为什么在屏幕上选择开倒车 总而言之 如果你选择 你华硕 你选择N-1代CPU 选择DDR4内存 选择1080P144的屏幕 选择不换模具 那这些举动在我看来 无非就是为了压低售价 那麻烦天选用超低价 狠狠打我的脸 要不然你这个产品 我眼里是容不下的 然后7735HS加4050那个版本 也是能缩就缩 不多要求 5999行吧 人家街革命4060 你4050 反正都是老优 7735HS就是680H的马甲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我5999 图你是一个一线品牌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最后表演一下天选机 为了卖货 换了黑丝 真的辛苦你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9000到1万元这个价位 那第一个呢 是魔霸新锐2023ROG的 千呼万唤使出来 今年ROG最青春的主打款也亮相了 今年魔霸新锐的屏幕 换成了16比10的2.5K 240Hz P3广色与杜比世界屏幕 500级的亮度 还支持DSI P3 Display P3 SRGB和原色 四种色彩模式切换 反正作为一个也略动显示器的up主 这个功能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除此之外 双写三摸切换 190W的整机功耗 标配1TB的固态 加上ROG一项不错的扬声器 100W PD快充 90W的大电池 还有一个48GPVS满血版的HDMI 2.1接口 这个魔霸新锐 称之为是一款水桶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唯一一个恶心到我的 是这个i7-13650HX 看名字 那各位也明白 这个倒数第二位出现了五 就是阉哥吧 没错啊 13650HX 从核心数量上 就比i7-1370HX少了两个P核 三环少了六招 名副其实的i6 不过考虑到HX55处理器 今年的表现都不算太弱 打游戏肯定是够不成瓶颈的 我就不喷它了 在二位17号写稿子的时候 京东预约人数已经6万加了 虽然1万块钱的4060 看起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不高啊 但是我都买ROG了 你跟我谈性价比 我估计9999价格 还是会一秒没 抢不到 另外怨念的是 今年的魔霸新锐眼睛还是亮不了 第二款还是我们的戒个命啊 厉不厉害你记得 这个矿车16Super 和这款产品有竞争的是 神舟的TX9R-7 我想了想还是戒革命牛逼一点 价格上 神舟是8999 戒革命是9699 看有哪些硬件级别上的提升啊 戒革命是32GB加1TB的存储搭配 神舟是16加512 屏幕上 戒革命是2.5K的240Hz 神舟是2.5K 165Hz 处理器上 神舟是i7-1370HX 戒革命是i9-13900HX 差了8个一核 6兆的三级缓存 主频也高了0.4级资 那差了这么多东西 差600块钱 反正我他妈9000都花了 我也不差这600 对吧 那户式16Super的真机外观 还是挺好看的 不过 这个和戒失是一样的 也是毁在这个破键盘上 这个发光微弱 加四面散光的破RGB键盘 真的很倒位 以后不要用了 总的来说 双液晶散热 性能释放没毛病 屏幕亮度可能差一点 当然2K 240Hz 也挺能打的 定价也很nice 性价比拉满 水桶机 值得一推 没毛病 然后我们就来讲讲 这个2月14号之前发布的 就是4080和4090的 一些旗舰这个产品 那万元以上的产品 有一个小tips 就是注意一下 今年的RTX4070和4080的 性能差距 今年NVIDIA40系的 移动端显卡 总体分成两个motherboard 就是一个是4050 6070是一块主板 然后8090是另一块 也就是说 NVIDIA自己就把这个 低中端显卡和高端显卡 分开来做了 RTX4070和4080 这样样整卡之间 不像那个3070 30青态 3080 3080 它一样拉不开差距了 反之 它们之间的性能差距 是巨大的 RTX4070移动端满血 140W的Time Spy跑分 在11700分左右 而RTX4080的 175W满血跑分 在19000分左右 这两张显卡的 性能差距 Time Spy 达到了62% 所以如果你以 打游戏为主 一定要注意显卡的选择 第一款是 玩家国度的 枪神器 4060的版本 因为我们刚才 刚介绍过 魔法新锐 那顺便加1000块钱 咱们来到枪神器 讲一讲 其实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买枪神器 而不是魔法新锐 先来看完不同之处 枪神器采用的是 i9 13980HX处理器 这是13代HX55处理器 最高端的产品了 8P盒加16一盒 总共24盒32线程 相比于魔法新锐的 i7 13650HX来说 多两个P盒 八个一盒 最高锐频 高0.7GHz 三环也大了12M 除了CPU之外 枪神器的眼睛能量 虽然不是全量 只是描边 但是毕竟也是 张响了高贵的 ROG身份 还多了一个屁股灯带 键盘多了一个 触摸版的虚拟小键盘 这个我觉得意义不大 反正敲钢板的体验也不好 有用的习惯的小伙伴 扣个一吧 另外魔法新锐的相亲 里没有写30天内注册 送一年的意外宝家 上门取送 枪神器是写了 那我估计魔法新锐 可能就是没有 其他就没什么区别了 等于1000块钱 主要是花在CPU 能量的眼睛 还有意外宝上 不过我觉得 能买得起ROG的副歌 也不差这1000块钱 多个意外宝 也算买了个保险 第二款 雷神的ZERO2023款 先说结论吧 就是依托答辩 买这个纯臣大冤种 我是真的忍不了了 ZERO系列 今年全系列 最低配都要9999起步 全系标配i9 1390HX 我就很迷惑了 然后这个顶配i9 1390HX 加4090的这个版本 都是卖到了2999 那我不知道雷神 你们是吃了多少九转大肠 才想出这么一个定价的 比ROG的枪神7PLUS 还贵了3000块钱 枪神7P首发顶配是26999 我再加点钱 我能买个50红光mini 或者14款的二手飞度了 那问题是 人家枪神7PLUS 我抢到时候 我加个三四千 我就能卖出去 你雷神是一点一家 全都没有的 基本上到手亏一万 我不知道多爱雷神的人 才会买这个东西 最主要枪神7PLUS 超镜版的CPU还比你强 那205W的性能释放 你放1万价位 我估计你还能吹吹 问题是你单4090一个卡 满功耗交175W 所以双烤只有55W 加150W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洗 细数一下 ZERO2023的四大岁 第一个 你这个模具用几年了 三年了吧 从1180H处理器到现在 第二 定价太离谱了 比件ROG已经阻止不了你了 比件外星人了 第三个 这么贵的东西 你不给意外吧 你兄弟啊 技艺师都知道 想把产品搞贵点 保修怎么也得跟上 第四 我他妈是喜欢大黄蜂 但是你们能不能 别强制我买大黄蜂授权了 我为大黄蜂花这么多钱 我都能买好多手办了 对吧 大黄蜂的手办 你们干脆电脑 你挂30万得了 你们买个电脑送科麦罗 我他妈觉得还靠谱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 这个产品的负责人 跟老板关系是有多硬 才做出这种 就开售一个月了 京东评价就两成的东西 我换别的公司 做出这玩意 怕着早就他妈 卷铺盖走人了 那说心里话 Zero刚出的时候 我的这个评价还是挺高的 虽然风噪大 机身厚重 但是好歹设计感不错 性能释放呢 放在当时啊 也是提一提对 屏幕呢 也足够优秀 性价比不算高吧 但是定价呢 也没有人觉得 我操理你妈大谱 对大哥二哥三哥 还是留有尊重的 但在当时还算是 雷神中流砥柱一般的好产品 我很难想象 三年时间 你们能把一道 吃了能输个大黄哥 说一句 虽然有瑕疵 但整体不错的菜 做成一个带馅的大肠刺身 这个也真是个本事 雷神真的 在我看来 这个公司是很有潜力的 想破局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你们是二线品牌里 唯一一家上市公司 你还有一个海尔巴巴在后面 对吧 这种天狐开局 一手好牌 逐渐打了稀烂 显示器和外设那边 努力在塞了 你们笔记本就 纯纯大本中下寄快递 上面摆在下面寄 不过还有一点 要表扬雷神的 人家ROG外星人是不坑穷人 你雷神Zero是 不坑穷人 也坑不着副歌 自己玩自己挺好 无害化处理 做得相当不错 不想多说了 下一款 第三款是雷蛇的零人18 这个居然还有热度 我小伙伴后台问我 我真的想不到 刚发布的时候 有后台小伙伴 是让我点评一下他 我看到23999的RTX4060 我就不想评价了 比外星人还贵 我承认你做空好 外观有逼格 品牌上挡次 但是我真的不想当这个导演种 3.2公斤的重量 对吧 就算你做薄了 也没有什么便携性 同价位 我可以买一个RTX4080的 枪身7PLUS超竞版了 性能释放比你强 显卡强一倍 CPU也比你强 内存还大一倍 重量3.06公斤 还比你轻 然后现在有一个购买的 就是有一个超值活动 下单晒图 送一个价值 整整279元的 VRX急速版鼠标 我他妈真的看笑了 你这个定价 下单购买 你就送独亏VR Pro 试魂金鞋VR无线版 北海巨1VR专业版 重装甲虫换彩版 再加一个 魔音海妖VRX专业版 再给他妈下单的 金主直播磕一个 我觉得比较合理 我2.4万的电脑 你送一个279的主标 你他妈还让我晒图 给你好评 我买个兰博基尼 你送我两桶实用油 这有啥区别 如果他们只看 装逼效果的话 一个零人18的价格 刚好能买四台激光Pro 你给你宿舍的兄弟们 一人配一台 他们能喊你四年爸爸 当你四年分拨 这个我觉得更装逼 第四款是 微星的绝影16Studio 在CES上得奖的产品 我的评价是 我看到这个产品 我会有消费冲动 当然我绝对不建议购买 如果真的就追求 轻包便携的话 绝影14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只有1.7公斤的重量 如果稍微喜欢 大点的屏幕 绝影16可能更适合你 不过16也只有 2公斤的重量 不算是难以接受 主要的卖点 其实是做工啊 电池啊 键盘音响这些东西 说白了 性能肯定不是一台 轻包游戏本 或者创意本的强项 但是微星的单单扬声器 三续键盘还是延续了下来 键盘手感不说多好吧 光效看起来是真的高级 电池容量方面 14英寸的是72瓦时 16英寸的 还是卡着航空上线的 99.9瓦时做的 内存也给了 更加贴合Studio的 双插槽设计 可以扩展到64GB 比幻16的插槽加 板载扩展性要更强一些 屏幕素质也很不错 2.5K 240Hz 100% P3广思域 还做了多种 算计模式切换 没有什么槽点 双显三模式切换也做了 作为一台轻薄 游戏本定位的产品 确实很水桶 售后还提供了两年的上文 但是啊 我要说但是了 同样是4060显卡 你微星14999 ROG幻16的这个经典版 定价是10999 人家CPU 还是i9 1390的H 你只是一个i7 1370的H 泰森都不敢定14999 你敢定14999 你比泰森都牛逼 那第五款 我们既然聊到了 这个玩家过度幻16 我们就来讲讲 幻16今年分为 经典版和星空版 这个两个产品 那同样是studio定位的产品 幻16的定价 稍微亲民了一些 不过还是比2022款的首发 贵了1000块钱 本来studio产品的这个定价 就是要比gaming要贵一些 所以我们就不能单从 CPU和显卡的性能 去审视它了 幻16今年最顶的是 星空版2023 这个换了新模具 砍掉了RJ45网线接口 A面设计上 又拿出了换系列 大命定定的点光云矩阵 屏幕也升级到了 Miii的 最高有1100nit的控制亮度 并且在16英寸的这个屏幕里 做了1024个local地名 支持HDR1000 通过了攀通色彩认证 还支持色情切换 应该是目前笔记本屏幕的 一个天花板了 星空版是双插槽内存 能做到64GB的最大容量 而现在卖10999 那个普通版的换16 就是4060那个版本 依然是板载加插槽 最大是48GB容量 星空版的整机性能释放 也达到了160W 比普通版是多了20W 406那个版本 4070其实是 星空版那个模具 不过星空版的重量 也比普通版 重了0.1公斤 达到了2.2公斤左右的重量 然后我还是希望 星空版的这个冰川3.0散热 能把风噪稍微降低一些 2022可能换16 风噪确实有点大了 顺带一说 4070版本的换16 和星空版一样 换了新模具 砍了RG45 换了双插槽的DDR5内存 也就是说 4060版本是老屏新旧 4070版本和星空版 是新屏新旧 咱们先抛开这个 还没发售的 这个星空版和4070版本 就说这个普通版 就是老模具这个版本 还是有值得一喷的地方 就是内存 2023款竟然把内存 砍到了DDR4 作为一个studio定位的产品 我觉得华硕应该清楚 DDR5内存在一些 创意设计工作上 还是要比DDR4强不少的吧 那么成换16定位 已经变成单纯的 轻薄游戏本了嘛 不过也能看出 今年的老模具 加开倒车 加涨价 似乎是各家都在做的事 挺无语的 所以我更建议买 4070的版本 毕竟是新模具 不过4070本身也就是 3070Ti的一个性能水平 13999到底值不值 还得看你们怎么看待它 第六款 这个热度非常高 爱影精灵9plus 会普加的 社会主义普来了 爱奇1370HX 加16G 加1TB 加RTX4080的配置 是14999 我看了看 目前戒革命的矿式16Super 是爱奇1390HX 加32G 加1TB 加RTX4080 售价也是14999 戒革命的屏幕是 2.5K 240Hz 这个会普是2.5K 165Hz 当然 纯看性价比 肯定还是戒革命要强一些 但是会普 毕竟是会普 人家是一线品牌 全球第二大PC出货厂商 还是更具有 吸引广大消费者的能力的 模具上和8plus 没有什么区别 整机性能释放 能到250W 我又想爱它雷神 这个槽点是屏幕亮度 只有300尼特 16比9的比例 不算是槽点 对于打游戏来说 可能还算是个优点 但不给16比10 外观上还是留一个大下巴 而且机身还是傻大黑粗重 2.8K的重量 仔细想想 这个雷神零刃18的3.2K 这个貌似 也不是很离谱 另外 还是没有给小键盘 左边那一列功能键 还是没有砍掉 不过好处是 把去年那个 极为不实用的 机械键键盘给砍了 我的建议呢 是要不然您就别上 不过今年社会主义府 对上了持家之眼 这个枪神7的超镜板 相比于暗影精灵9PLUS 来说屏幕更好 CPU更好 支持一年的EI宝 再加上扬声器优势 和品牌优势 差价3000的情况下 我觉得挺难选的吧 喜欢大屏加纯游戏相 就选这个暗影精灵9P 那如果喜欢全能 加眼睛加高端机的体验 就有枪神7超镜板吧 第七款是 玩家国度的 枪神7PLUS超镜板 定价26999 首发还是给 红旗联想 微星一巴掌打醒了 我超一线 闪闪发光 大眼睛盯着你们呢 你们卖多少钱 再去开会讨论讨论吧 当然直接受爱人 还是雷神和介石俩兄弟 这都不是一巴掌打醒了 这是一巴掌拍碎了 你们那个29999的 大变定价 能卖出去 算我ROG的眼睛不够亮 当然这俩兄弟 也不用ROG出手 外星人M1821 i9HX加4090的版本 现在京东海外 也就是29999 无形之中 已经被无数品牌给碾碎了 说回枪身7PLUS超镜板 相比于6PLUS超镜板来说 A面的设计简单的不少 没有办法用紫光灯 照出那些花里土梢的科技涂鸦了 这个我觉得挺可惜的 我还挺喜欢那个设计的 高端旗舰嘛 不就涂个帅嘛 三热方面 升级到了三风扇 英特尔发布会上 和别的UP主讨论了一下 说是比外星人 那个四风扇的效果要更好 屏幕也升级到了16比10 18英寸 2.5K 240Hz 500尼特的100% P3广色域屏幕 应该是有245W左右 那不吹牛逼的话 枪身7PLUS超镜板 已经是我能想到的 RTX40级显卡的巅峰了 是一个没有短板的旗舰水桶机 相比于枪身7PLUS超镜板的 26999的定价来说 我觉得ROG最狠毒的 是21999的7超镜板 一样把i913980HX 加RTX4090这个配置拉满 硬生生的把机械革命 都给干敞去了 神舟还没有发4090产品 估计也盯着 枪身7超镜板的京东页面 跟那啪啪啪啦 安积端器呢 嘴里估计还得嘀咕着 卧槽这价格怎么可能呀 开挂了吧 那总而言之 今年一定要表扬ROG 顶着CPU显卡涨价的压力 硬生生的限制了 高端期的定价 低端戒革命来卷 高端玩家过度来卷 拒绝一切不合理的定价 那本期视频 我们就先介绍这些 还有一些40系显卡的产品 我也不够了解 或者说热度实在是不够高 就被我忽略掉了 那总的来说 目前一线品牌的 4050 60 70的产品 还没有发布权 或者说消息 还不是很明朗 我是听说 这个社会主义谱 打算把暗影精灵9的 4070版本 定在8799的价格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必然也是一个大爆款 咱们表扬两个品牌 戒革命和玩家过度 这两个牌子 一个主打中低端 一个主打高端 价格上做的很谦卑 很有诚意 不过玩家过度没货的问题 我还是得批评一下 点名批评的是 雷神和雷蛇 这俩雷性的品牌 雷神那个911X烈荒者 还凑合吧 Zero是纯恶心人的 那雷蛇是越来越离谱 往年溢价能忍 今年你这不是溢价了 你是抢钱 对吧 那天选的价格还没有敲定 咱们暂时先不批评 看看定价有没有B数 后面再说 然后火影的T6A 应该是12650H 加RTX4060的配置 估计还是同方的模具 可极光Pro应该是同款 硬盘貌似是标配 1TB的SSD 价格也是5999 不过这个小牌子 我就不多怼了 我也不是很建议 买这种三线都算不上的牌子 最后咱们聊到拯救者吧 我预测一下 联想今年定价 应该会比较贵 之前看了超级台的宝藏署 那边做的那个 海外版Legion的定价 我估计国内呢 也是要走高端模像 不过他那个视频里 传闻联想要把 4050显卡的产品卖上万 我觉得 应该没有这么离谱 如果是真的呢 当我没说 那总之我也很期待 今年拯救者 logo也换了 把大外从中间劈了一半 估计是不想继续 模仿奔驰和坑村了 而如果拯救者 如果能给播惊喜的定价 今年签计清单 会给你们留位置 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带联想玩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